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7月15号星期天 今天国内外的华人 中国人都注意到一个现象 就是中国的中共的人民日报 头版全版的没有出现习近平 所以这个现象非常罕见 这是自7月9号 人民日报没有出现习近平以来 第二次7月15号 这个人民再次没有出现习近平 但其他刊物和其他网站 还有人民网的网站 仍然有习近平 仍然是有头条关于习近平的活动等等 但人民日报作为中共的喉舌 首席喉舌机关刊物 它有指标性的作用 因此海内外对这个现象是议论纷纷 有一种议论说 是可能习近平对人民日报没有掌握了 可能掌握在别人手上 那么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可能习近平遇到麻烦了 确实出了某种状况 不然的话 这个人民日报这个现象无法解释 那么其实呢 这个可以做多种解释 关于人民日报这个事情 轻的解释呢 那就是习近平本人 在党内做了自我检查 自我批评 那么前两天开会 开会政治局扩大会议 究竟发生了什么 最往轻的说 至少是习近平本人表了个态 做了自我批评 自我检查了 在受到批评 围攻和群企的批评之后 那么自己主动要求 逐渐要在媒体上 把自己给放下来 从头条上放下来 那可能就是因为共产党做事 总是一个过程 不想一下子给外界一个印象 发生了这个证据不稳的现象 可能为了证据平稳 有一个过渡的过程 那么再往重一点说呢 就是那中共中央集体决定这么做 那也不太在乎习近平了 也就是打破了一个禁忌 什么叫不得忘义中央 这个禁忌打破 或者说习近平是老虎的屁股 摸不得这个禁忌也打破了 也就是中共中央集体的做了一个决定 要逐渐淡化对习近平的宣传 那么还有一点呢 再严重一点 就是昨天我讲到的各种政变的传闻 或者各种政变的版本 那么就说习近平会不会像华国锋那样下去 因为华国锋当年也是 当在党内出了状况之后 先是有自我检查自我批评 然后在媒体上呢 就逐渐的声音和形象都开始减少 一直到最后呢就消失 消失了一段时间之后 相当一段时间之后 至少半年或者大半年 突然就宣布 在一个合适的时期就宣布他辞职了 或者是下台了 被人取代了 说这个习近平这个会不会发生这个现象 前两天新华社全文的再次发布的这种 华主席认错或者是华国锋被中纪委严查等等 个人崇拜等等 所以是不是有暗示 因为当时提到的三件事 华国锋的三件事 习近平都有都有犯 而且更严重 所以这些可能性都存在 那么另外呢 在国内的又传出消息 一些网站的一些重要的消息来源 说是中共在要开北戴河会议 北戴河会议一般是现在的领导人跟政治元老 就是政治老人一块开这个会 那每年夏天 说今年夏天可能7月也可能8月 说7月份呢 习近平原定要去出访这个中东欧洲 中东和非洲的几个国家 那么就有可能在这个7月下旬或者8月份 而这个北戴河的会议的话题呢 其中很有名的 说有三大话题 今年北戴河会议 第一个话题是中美贸易战 这个是肯定的 第二个话题是金融管控 也就是担心出现金融危机 金融风险 这个经济危机 第三个话题说是党的建设和宣传工作 那么党的建设和宣传工作 又提到有三点 说会这个这三点会调整领导方式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说是淡化个人一把抓的形象 第三句话说突出集体领导 这三条显然都是冲着习近平来的 那么这个一条说是调整领导方式 那这个北戴河会议讲的是高层 讲的是当时高层的领导方式 那说淡化个人一把抓的形象 这名字就是指向习近平 个人一把抓突出个人 而且讲的形象 形象不好 吃相难看 要淡化 淡化现在人民日报出现的这个现象 就是一种淡化的步骤 再一个就是说突出集体领导 也就是说大概要回到胡温时代 那么一个格局 就常委都一样 七常委也好 当时的九常委也好 都一样 各抓一块 不突出领导个人 当时的这个总书记胡锦涛 仅仅就是一个班长 一个常委会的班长 所以这个就暗示意味就很明显了 就是明确针对习近平 看上去习近平日子很不好过 一方面前两天可能做了党内检查和自我批评 这个再接下来北戴河会议上 可能也会成为被围攻和批评的对象 可以说近期 这个习近平 这个是 有点像热锅上的马蚁 那是相当难受 那么说到这里 大家就会想到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这种个人崇拜 大树特树 这么几年来 到处建碑立碑 造神运动 造着朝圣等等活动 把习近平输得至高无上 好像要跟毛泽东 邓小平并驾齐驱 甚至要超越邓小平 直接嫁解毛泽东 到了这个程度 结果不仅国外看不下去 国内看不下去 民间看不下去 最后连党内都看不下去 不仅连中低层的党内看不下去 连高层的党的干部都看不下去 因此才出了现在这么一个大转折 至于有没有发生政变 或者发生了什么样形式的政变 那不重要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可以看到 习近平摔了一大跟斗 我说过这个捧得高摔得重 捧得高摔得很 捧得高摔得死 这次习近平摔跤 摔得有多重多狠 不得而知 但这显然跟过去几年 这两方面的因素都有关 一方面是习近平个人 习近平个人 这个头脑发热 个人膨胀 另一方面是他周围的人 帮他奉承抬教 高级黑的这一帮子人 可能是混合的这种 一方面有俄语奉承的心态 另一方面有高级黑的心态 准备看他的笑话 准备看这个 好像图老帽的这么一个笑话 所以这两种东西加在一起 导致了这几年的造神运动 这种大张旗鼓的造神运动 以至于所有的媒体 所有的网站 必须把习近平摆在头条 哪怕是没话说了 都要把他摆在头条 到了母亲节要谈谈母亲 到了什么 没话说了 甚至要把他跟彭丽媛的爱情 拿来说一说 到了什么节日 到了劳动节 要谈习近平就是劳动者 简直是没话找话说 以至于说的就是 这些这些编辑主编 可能是到了挖空心思 绞尽脑志 费尽心机 费尽心力 这思维枯竭的程度 以至于都说不下去了 可能自己都觉得难受 包括这个环球时报的总编 胡锡进 自己可能都很难受 所以在这个时不时 在他微博中有所流露 所以这个可以说这些现象 到今天这个 真是习近平自找的 所以习近平即便是现在没有下台 或者是说在他的任期内 这个任期的没有下台 但是他的威信造到严重的挫败 挫伤 至于在民间和党外 那就不用说了 由于修宪 国家主义改变国家主义任期制 已经是声望大错 现在在党内 只要他一开口自我批评 自我检查 然后媒体上把他的名字拿下来 那就声望大错了 本来为了诉声望 反而声望大错 这就真是得不产失 未得反思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完全相反 实得其反 真是实得其反 事象当初 如果他很平平实实的 普普实实的 老老实实的 干本职工作就行了 所谓总书记 所谓国家主义 所谓军事主义 不过就是一个工作 何必把自己搞得 好像突然之间搞了个神仙似的 就像别人说的 本来是个普通干部 一上去怎么就有思想 本来文化也不高 一上去就好像这个是神明一样 什么都懂 经济 股市 贸易 军事 什么都懂 样样通 成了百事通 也没看出什么成绩 就百事通 所以这个 如果本身就平时的过来 普普通通的过来 也不至于到今天 说不定微信不减 还反而增长 但是 故意数 大数特数 结果帅一大跟斗 这个微信上不去了 还受重挫 而且恐怕在党内 灰头土脸 尤其在中共高层 是政治局 政治局常委这个级别 有可能是灰头土脸的一个形象 以后说话都不见得 有多少人听了 说当年那个嘲讽 当年有人嘲讽 这个胡锦涛温家宝是政令 出不了中南海 习近平有可能重新回到这个状况 因为道理很简单 你本来就没有什么建树 本来就没有什么多大的声望 不像毛泽东打下了一个江山 推翻一个政权 建立一个政权 他毕竟在党内 有这个一言九鼎的这种威力 邓小平他是否定了毛泽东 至少在经济上否定了毛泽东 然后把经济上重新改变了毛泽东路线 根本改变 毛泽东是以阶级都政为刚 邓小平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这是个根本的扭转 但是习近平对过去 没有做任何根本的扭转 反而是倒退 说到倒退 今天还有个消息 就是古巴其中少数几个 残存的共产党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之一 那么现在还剩中国越南 老挝朝鲜古巴这五个 那古巴呢 昨天修宪 宣布这个要设立 这个总统任期制 领导人任期制 就最早的这个领导人卡斯特罗 是终身制 一直这个实际上也没有做终身 当他晚年这个病重的时候 他就把位置让给他弟弟了 然后苟延残存了几年 在医院里最后去世了 那么他的弟弟 对劳尔卡斯特罗上来就推行了一些改革 他是身兼这个古巴共产党中央文会主席兼这个总统和国务员 国务什么 部长会议主席苏联的称呼就是总理的意思 那么这个劳尔卡斯特 一个是推广了市场经济的改革 一个也环和了跟美国的关系 那么在前不久 他又持去了这个总统职务 有一个更年轻的 因为他70多岁的 有更年轻的 58岁的卡内尔出任总统 那么昨天古巴这个 相当于国会这么个机构 通过这个宪法修正 是总统必须有任期制 不得超过两届 每届五年 不得超过两届 就不得连任超过一次 那就可以看到这个相反的趋势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 作为共产党大国 最早搞改革开放的 最早搞经济改革的 结果改革开放40年的时候 修宪不是废除领导人终身制 而是恢复领导人终身制 或者说废除领导人任期制 结果古巴修宪 设立领导人任期制 就连在政治文明 这个进化这个程度上 中国连古巴都不如 中共连古巴共产党都不如 所以这一个对比 也可以看到 这个习近平等人 王沪宁等人倒行逆施 所造成的这个民怨有多深 在国际上的效果有多坏 其中一个效果就是 这个川普祝贺过习近平 很多事情 就偏偏不祝贺 修宪之后连任这件事情 等都等不来 连这个普京 再次当选总统 川普都祝贺了 那明天呢 有一个举世瞩目的 美俄首脑会 在芬兰和尔兴基 那所以古巴 这是一个消息 这是一个对照 这个对照 足以让这个中国共产党 中共高层呢 感到这个 可以说无地自容 而习近平等人 可能更是听到这种 手脚发凉 又在这个时候发生的事情 这样外部的消息 在内部形成一种冲击 党内的冲击效应是肯定的 就人要 古巴往前走 中共是往后退 还有一个消息 就是关于一带一路 现在一带一路 说是中国的一带一路 有66个国家 有一千多个项目 结果现在 今天报道出了 说两百多个项目 二百三十四个项目 都这个限于困倦 也就是失败 说的好听点 叫做受阻 事实上就是失败 也就是说 至少有五分之力的项目 都失败了 那经济损失 可以说是巨大 而一带一路 恰恰是习近平本人提出来的 他是2013年提出来 作为他的国际大战略 习近平思想的一部分 习近平这个丰功伟绩 树碑立传的一部分提出来的 结果一带一路 就是个撒钱工程 大撒钱的工程 网民说是大撒币 撒人民币 撒钱工程 撒向世界都是钱 所以这个结果是连遭重挫 不仅受到欧洲 西方这些国家的一致的抵制 因为不透明 因为决策的不透明 还有不公开的招标 还有腐败无法克服 结果是 不仅受到西方的抵制 即便是发展中国家 即便跟中共友好的一些国家 都抵制巴基斯坦 尼泊尔 缅甸 泰国都拒绝这些项目 拿下这些项目 而马来西亚的大选 居然就针对这个 完全就针对这个 马来西亚的大选 就针对这个 就是对中国 资金中国一带一路的一场全民共决 最后是说不 现在随着92岁的马哈蒂尔 重返政坛 中共在马来西亚的一带一路的项目 相继被取消 已经四大项目被取消 损失惨重 而马来西亚是中共一带一路项目的第三大据点 损失巨大不可估量 所以这次一带一路的坏消息 截二连三的传来 对习近平施政显然不利 因为在中共内部 即便你大权在我 即便你党政军高位 但你要做不出成绩 尤其经济上出了错 一定会引起党内的不满 引起高层的同僚的不满 然后政治老人再出来说一些话 那就可以引起权力不稳 政局动荡 所以习近平显然是 外交内政都全面出了问题 中美关系的敌对 各个国家的围堵 然后经济上的下滑等等 显然是出了大问题 说北戴河会议的两大问题 是有关经济的 中美贸易战 金融危机 那么一大话题是针对习近平的 什么党的建设 宣传工作等等 是针对这个来的 所以习近平确实发展了 现在给人的感觉真是咎由自取 所以这位同志的智商 确实让人担忧 因为这么多年来 我们一直在这么说 党内外国内外这么多人在这么说 说的不好听叫批评 说的好听点要劝告 这么多的劝告 这么多的奉劝 叫他掌握大权之后 做好事 做好人 向好的方向发展 向文明的方向发展 不听 倒行逆施 甚至最后发展到取消领导人任期制 这么一个倒行逆施的程度 把中国完全推荐和政治倒退 结果激起了国内外党内外的天路人怨 所以这个完全是真是完全是 这个咎由自取 按照环球时报经常用的标题 那就确实叫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所以到现在这个事态发展了 现在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 外界认不明了 中共高层出了事 肯定出了事 而且事情不小 但事情发展到什么程度不明了 但是至少有一点肯定的 就是习近平遇到了麻烦 习近平遭遇了挫折 遭遇了挫败 习近平在党内的声望 遭受严重挫败 严重受挫 他的权力严重受挫 接下来的 到二十大之前的几年 还有三年多 三年半 或者是不是三年半 是四年半 不到四年半 四年多一点 这么一个时间 习近平可以说是提前走上了 这个跛脚领导的道路 就算中共不坏领导人 那么习近平这个处境是相当的尴尬 国内外就不用说了 就在党内 尤其在党内的高层相当尴尬 所以这个事情 回头来说 他这个一带一路的重挫 那不简单 像今天这个人民日报 不仅没有登习近平的 这个任何消息名字 反过来 很奇怪的是 这个头版的文章 三个都是关于什么脱贫致富的 三大块 一个叫做什么 让他们像我们一样富起来 意思就是他们就是我们 没有什么区别 没有人可以高高在上 再一个就是说是什么 先富帮后富 好像掌握了权力的人 帮助的一些没掌握权力的人 先富帮后富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脱贫有希望了 还有一个标题 就好像是取得了某种解放 某个人被打倒了 或者被削弱了 或者是权力被限制了 等等 这个非常奇怪 都是讲自负的 这就意思在 又在讲一个共同富裕的概念 这就如果在东共党内的话 翻译过来就是 共同掌权的概念 集体领导的概念 就是没有任何人 可以凌驾于别人之上 所以我原来再三讲过 习近平真要想追追这个毛 直追什么毛泽东 邓小平的历史地位 你必须做出一副丰功伟绩 原先我就给他 无数次的指出这条道路 说毛泽东是推翻一个政权 建立一个政权 你不可能重复了 邓小平是根本扭转经济路线 颠覆毛泽东 经济上你超不过邓小平 那你只能在民主政治去做文章 如果开通中国的民主化的通道 拿出中国民主化的路线图 这样子在政治上 推翻了毛泽东路线 而经济上是以市场经济为主 又推翻了邓小平的路线 尤其推翻邓小平六四屠杀的路线 那显然习近平是可以往前走 显然可以以一个雄标使策的人物 在于使策 而且想掌权 想再多掌权 认过两届中共领导之后 通过选举完全可以掌权 成为第一个民选领导人 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 在很多国家发生过 包括台湾 很多国家发生过 那么东西的国家更不用说 就看习近平走不走这条路 脑袋开不开窍 智商究竟有多高有多低 所以这次习近平摔得有多重 有多疼 有多惨 有多摔得有多狠 恐怕取决于他这种清醒程度有多大 所以摔肯定是摔了 怎么个摔法发生了什么 我们可以继续观察 好 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